女骑士的腿部遭到机车押注动弹不得 一旁热心民众赶紧上前帮忙 救护车到场将伤者送一急救 车祸发生在安乐路二段 一辆黑色胶车从内侧起步要往外侧开 驾驶说当时有打方向灯 却与行进间的机车发生了碰撞 过去一点那我方向灯已经打我想说那他离我那么远 一定来得及我出来来得及 开前面一点就好没想到他车出我看 你看他就撞到我这里 那位小姐那位车主他就从 可能边线就是公车停靠去那边 然后他是有打方向灯 可是我已经进入到了 我已经进入到他没有办法去 应该说他没有办法直接转出来的一个范围内 他一样就直接出来 机车发生碰撞之后 冲去对象车道和其他两辆机车发生了碰撞 其中一辆女骑士整个摔车 嘴部被车辆压住 而刚好下班的消防队员温子强 目睹整个车祸 也停下车帮忙协助处理 对我就直接打警示针在后面 后面车辆不要再追撞过来这样 我刚刚是一台汽车跟汽车有插状的情形 有波及到对象的摩托车 当然车速很快吗 车速不用很快 汽车刚起步有侧撞到摩托车 然后摩托车倒地之后再插撞到对象的摩托车 这个路段刚好是上下坡 交锋尖锋时段车流量多 车速又快经常发生交通事故 民众行进这里还是要减速 至于真正的造势原因 任由在警方调查厘清 记者黄少民金融报道